我们实习生去到这个小宇家之后 给我们带回来了一些物证 也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么多 对 我们可以拿出来直接看一看 就是各种 这玩意就在我的童年里就没出现过 运动会拿过 跑得快 你看他这上面都滑掉了 对 他自己滑的 他滑这个第一名 对 他讨厌这个 所有的这种东西都自己滑了 他把好 优秀都滑了 他有一个很典型的东西 他把自己的名字滑掉了 因为有心理障碍的人 尤其是抑郁症患者 他会有一个特别讨厌镜子 因为他看到自己想吐 拿刀滑的 他对 他把自己的名字全都是 他好不喜欢自己 好可怜 那这个应该是妈妈写的 常见食物含水量 非常的精细精准的 就是食物要摄入多少应该 蛋白质多少 重量多少 热量多少 这个真的好吓人 就是令人窒息的爱 对吗 令人窒息的爱 太控制了 让孩子没有空间 我觉得就是抑郁症患者 他们的家人 对他们的态度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是非常重要 一个救命的东西 可是肖玉在经历这一切之前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 全部都是来自于妈妈 给他的这个压迫 是不是抑郁症患者 真的很难自救啊 基本上没有自救的可能 就是他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要及时发现抑郁症 及时就医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药物真的可以瞬间改变 因为抑郁症 绝对不是我们单单的想象中 因为我的环境 心情不好 我就不太想说话 不仅仅是这样 他的整个身体的机能 出现了问题 有很多身体的药素激素 分泌不出来了 所以你想自己 通过自己调解 完全走出来 这个是非常难的 他病了 就是一旦上升为症 就得看病了 得吃药 有些东西他不分泌了 然后他还有硬给 到最后寻死的那一瞬间 他也就是在极限的绝望当中 寻找着一丝的希望 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 未知是恐怖的 但如果有一天未知 它不恐怖了 它会变成一个 总之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 比现在更糟糕的了 那不如我去下一个地方吧 它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起码 比现在好 对 如果发现自己有不对劲 就赶快看病 大家需要有一个尝试 除了每年的体检之外 心理卫生健康也很重要 前两天刚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是你可认识心理学的教授 我家有一个抑郁症患者 去看看 我说那到精神病院去看 为什么要到大学去看 他说不去 就是因为好像别人就觉得 这是精神病 我要去看精神病 我说不过去 面上说不过去 所以他就延误了治疗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 精神科它也是一个科 它跟外科内科都是一样的 对 这就是因为精神病院 被我们以前的舆论给污名化了 抑郁跟焦虑的成分每个人都有 但它未必是病 如果真的像产生了病理性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一到入夜了 就非常的胸闷 你就觉得心脏跳得好大声 躺在这儿没有办法 有冰死感 比如说就是 你在临睡着那一刻 你会 我会不会死过去 然后看一下吧 因为以前我的 就是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但是我的症状跟他们都不一样 我是原来的时候经常胃疼失眠 然后一直当胃病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后来呢 我有一个姐姐 她说她有一个朋友 就是一样的症状 她说是抑郁症 她说你要不要去看看 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那些反应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我特别沮丧 但是我有一天游泳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那个水变形了 游泳池里不是有那个瓷砖吗 我就在水里面发现那个瓷砖变形了 我就好奇怪 然后我就 我就接着又游 然后就突然间 瞬间没有呼吸了 然后就溺水了 然后后来医生就说是抑郁症 所以你看我也没有说 中间过程说我不快乐 痛苦或怎么样的 所以他的表现是各种各样形式的 然后后来医生就给我开了药 给自己去做心理建设 反正就告诉我自己没事嘛 我后来就也没什么 其实自己要相信自己 然后你告诉自己 有时候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暗示 说我真的有问题 也很严重很糟 可是这也蛮重要的 是 对 那个引导很重要 是的 上次那个问题之后 不是在游泳池里吗 发生这个 我就产生了优臂恐惧症 原来是没有的 实际这也是一种心理创伤 对吧 因为它是导致一个 就是说直白的 可能害怕的感觉 那你做不了CT了现在 我跟你讲特别好玩 然后我前一阵子去做核磁 然后我就特别重要 我做了两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原来做核磁的时候 我就做不了 优臂恐惧症 我坐飞机时 原来我要带着药 其实我就告诉我尽量不吃 我不行的时候再吃 但后来就自己完全好了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健康地作息 运动 运动让你产生多巴胺 早睡早起 因为我自己实验过 我如果晚睡晚起 你面对事情的那个积极程度 就不够的 你是更容易感到伤感 忧郁 后来那个就前阵体检嘛 我就 但是我就后来发现 我如果睡着 我就不知道做核磁了 所以我就会告诉我 立刻睡 结果睡了 然后医生把我给 从那个机器里运出来的时候 说这个片子就先这样吧 实在是拍得不清楚 然后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呼吸的 就是总是拍不到 呼吸 然后医生突然反应过来 说我刚才的指令 你都没有听到吗 我说没有啊 他说你是不是睡着了 我说对 然后医生很生气 说再做一次 然后就是要听着他说 呼吸呼吸就做好了这样 没问题 你的状态也挺好的 现在感觉 现在感觉整个状态很棒的 对 所以就是你自己 那个放松 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 很重要 嗯 嗯 倩姐 你有过类似这种时刻吗 我 我非常强大 嗯 嗯 有很难受 然后就觉得自己 都快过不去的时候 但是我 但是到了那种时候 我会自己脑子里面过一下 我就没有问题吧 我 有没有生病 嗯 那既然我可以问 自己这个问题 就表示我应该没有生病 然后慢慢就缓过去了 对 我就觉得这正常心情不好 这个很正常 对 然后我就感觉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所以说正常人很难去理解抑郁症人的心情 这个确实是我们很难共情 没有得过抑郁症很难去共情他 我觉得卓姐说的对 你拥有一个强大的自己的情绪管理的 自己跟自己说话的能力的同时 就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卫生健康 对 我女儿她闺蜜 然后她闺蜜会一直坚持跟她的爸爸 一起去那个做心理咨询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不仅仅是说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病症 然后我们过去看 它是完全可以帮助 就是家庭跟孩子里面形成一个 特别特别良好的一个沟通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其实还是 就是那个关于对家长带给孩子这些东西 就是很多时候当家长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 不一定它是没有问题 其实反而要去做心理咨询的可能是家长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 基于我们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 给到的一些建议 也希望大家就像郑哥刚刚说的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关注这个问题它就像你得了感冒 然后有个头头脑热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很正常的疾病 别怕 对 千万不要回避 别怕 对 也千万在最难熬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说 它不是一个病 它就是真的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要去认真的去解决它就好 祝大家健康 对 祝大家开心 对 祝大家开心 我原来就比如说朋友过生日 我都会说祝你身体健康 效果尝开 我现在是反过来说的 我说我祝你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是 因为要愉快 此刻我们还是先投个票吧 就是先表明一下我们现阶段 认为杀害小宇的凶手或嫌疑人是 杨阳 行 我也不用动了 这个嫌疑人这个贴吧 反正离近点吧 就是 放近点吧 就是 你把小宇那个贴在她的左边 小宇 睡眼了 都是您的 这样的剧情 感觉之前在这个屋子里发生过 一下 是不是 通过这段聊天记录 我们也发现这个案情的背后 实际上是有令人唏嘘的真相的 但小宇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到目前我们还是不清楚 所以我们的案情真相 究竟是什么